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,在这个娱乐圈比较新盛的时代,有很多艺人是全能发展的,他们既可以演戏,又可以唱歌,也有不少的艺人往多方面发展,这样只是为了更好地让自己发展起来。 但是,娱乐圈却有一股清流,他就是许松,许松已经出道很多年了,也也唱过很多充满童年回忆的歌曲,如断桥彈雪,清明旅上等等。 许松的音乐风格灵活多变,但永远不变的是他这个人,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,歌曲之初兄弟干脆利落,能让很多听众找到共鸣。 除了许松发新专辑之外,平常我们几乎看不到许松任何的八卦新闻,或者活动宣传,有部分不可以关注他动态的人,甚至都可能以为他都已经隐退了。 但实际上,如今许松依然致力于音乐创作,专注于唱自己的歌。 许松虽然是一名歌手,删除娱乐圈,但是他从来不会娱乐圈,甚至连自己演唱会都不会去宣传。 但是每一场演唱会开始预售门票的售后,便会以售而空,演唱会现场也视作无缺席,现场粉丝的热情也十分高涨。 许松的词曲中表达出来的品性,就好像一位不被世俗红柔摆布的也是高人,他内心安稳,无愧于天地,不畏泰山崩于眼前。 再约许松能一直守住他内心的宁静。